我为大家解读过《小王子》这本书 才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都深深地爱着小王子 和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朵玫瑰花究竟是谁呢 《小王子》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个爱情故事是作者圣艾克苏佩里的真实经历 他是怎么样遇见自己挚爱的妻子呢 他说我记得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我正在对他做一些修改 有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宝藏 但小男孩不知道如何用眼睛欣赏他 也不知道如何用胳膊握住他 对他来说这个宝藏太美了 所以小男孩变得悲伤起来 这段话是圣艾克苏佩里写出去的一封信 这封信寄给谁呢 当时还是他未婚妻的康斯罗 一位来自萨尔瓦多的女画家 那信中的宝藏呢 就是小王子中的玫瑰花 也就是康斯罗 所以这位未婚妻就是玫瑰花的原型 毫无疑问 这段爱情的浪漫指数很高 因为男主角是冒险家 作家 飞行员 而女主角呢 动人 柔弱又浪漫 他是画家康斯罗 可是这种浪漫指数很高的感情 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所以圣艾克苏佩里在信中写 亲爱的康斯罗 你不知道你让我受了多少苦 康斯罗回信说 我激动的哭泣 我也害怕被你放逐 你看 就是这种高度的不安全感 它就像是非常热烈的火焰 会把人融化 在融化过程中 你会疼痛 你会不安全 你会挣扎 但你会被重新塑造 你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 闪闪发光的人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那我们的男主人公 圣艾克苏佩里 他是出自贵族家庭的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 在得知这一对年轻人相爱的时候 却并不愿意接受康斯罗 甚至会对康斯罗恶语相向 那在《小王子》这本书里 同样有着相似的经历 只是他被作者巧妙地隐藏起来 变成了《小王子》在世界上游历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奇葩的大人 他会觉得 哇 这些人真的是和我想得完全不同 这就是那种难以被理解的成人世界的规则 可是爱情常常是不畏惧任何规则的 它从来都是那么自由 它蔑视规则 这种高度自由的爱 就是世间所缺少的 因此在童话故事里 小王子常常会有一种伤感的情绪 而在现实世界中呢 圣埃克苏佩里一生都喜欢冒险 喜欢自由 他把生命奉献给了法国的航空事业 最后呢 留下了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就是这样 有一天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着他的飞机 消失在了蓝天之上 喜爱他的人都不肯相信 他是离开了人世 他们会说他就像小王子一样 驾驶着飞机返回了另外一座星球 而那才是他的星球 可是他的那朵玫瑰花呢 带着对他的爱继续地活下去 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 也许我们都或多或少和一些人产生过深刻的链接 但是最终有些人会走散 有些人会消失不见 有些人会改变 有一些人们会陪在你的身边 不管怎么样 爱都值得珍惜 因为能够遇见他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所以热爱小王子的人心里面一定都有着浪漫 有着不肯长大的那个部分 有着相信奇迹和幻想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这次要推荐给大家的小王子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版本 也许你已经有过很多个版本的小王子了 像我一样 我已经收藏了八个版本 我曾经说过 不要再有小王子了 可是这一次这本书又打动了我 就是这本接力出版社的小王子 它是一本图像小说 我再拿到这个版本的小王子 还是蛮激动的 我跟大家讲讲 首先它的译者叫毛丹青 毛丹青是一位著名的旅日作家 他曾经促成过莫言 苏同 于华等人的 日本文学交流之旅 他自己也写作 而且还在电视台和电台做节目 所以他来翻译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趣味 而且文字非常的精准 另外呢 当我翻开 你就发现 这本小王子呈现给你的 是你从未见过的状态 什么叫做图像小说 就是里面的每一页 都是手绘的版本 而且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 我们从未见过的番外细节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小王子 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其实你都可以从这个版本入手 然后重新来体验一下经典的魅力 而且这本书啊 他的手绘者啊 叫做山下浩平 有人说他是宫崎骏的接班人 他的绘画是非常的细致 而且很有意思的 那在这本小王子里面 他充分地尊重了历史和援助 他还原了手绘原稿 里面有一千多幅漫画 而且颜色呢也是非常可爱 基本上是马卡龙色调 所以眼睛极度舒适 故事的主题呢 图文搭配了之后 其实每一个人都更容易理解 这本书里面的图像 包括这本书里面的文字 都极度地漂亮 这是它的双重价值 所以希望在这个冬天 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小王子的版本 为你重新开启阅读它的乐趣 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只能用心体会 推荐这个图像版本的小王子